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 请找妹021-254-2903 纳瓦尔宝典中写道 退休就是不再为了想象中的明天而牺牲今天 当你能活在当下内心充盈地度过每一天时 你就达到了退休的状态 其实在退休后的这段生活就能够看出来 你的后半生是如何度过的 你有没有福报 一个人退休后最好的状态就是安度晚年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有的人却享受不了这样的状态 还得继续被迫谋生 这样的人有两种可能 为家庭所拖累 他不得不继续谋生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己前半生的食物 导致退休了还要继续打工 比如有的人家里有病人需要高额的医疗费 他不敢停止工作 有的人轻信别人做了投资 结果连养老的钱都赔了进去 注定要继续谋生 这样的人是没有福报的 一个人到了晚年需要的是休息 辛苦了半生依旧在打工 没有休息 不是他闲不下来 而是生活不允许 这样的人是悲哀的 到了晚年 如果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安度晚年 是幸运 也是幸福 如果你要继续谋生 是不幸 也是悲哀 二 养儿防老 还是养儿肯老 一个人退休后 继续谋生 还是安度晚年 除了和自己前半生有关 也和儿女有关系 如果儿女给力 很多人都会选择安度晚年 毕竟已经工作了很多年 想要休息 但是如果儿女还需要你的帮助 有的父母就会选择继续赚钱 因为他不敢闲下来 作为父母 儿女是一生的牵挂 只有儿女过得好 他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 只有儿女达到一定的条件 他们才能寒宜弄孙 如果儿女过得不好 他们退休后也要打工 一来他们觉得儿女靠不住 二来想多赚点钱补贴儿女 如果养儿是防老 一个人退休后状态一定很好 但是如果养儿啃老 一个人退休后 还要继续地为生活奔波 三夫妻恩爱还是夫妻争吵 退休之后 一个人是否幸福 和夫妻关系是有关的 如果夫妻恩爱 退休后结伴而行 做事有伤有良 那么晚年一定很幸福 如果退休之后 无法好好地和伴侣在一起 即便在一起也说不了几句话 见了对方就觉得烦 这样的晚年很难幸福 退休之前 大家都有工作 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工作 给了事业 给了孩子 退休之后 孩子长大了 工作也停了下来 伴侣之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相处 而你们的相处状态 直接决定了晚年是否幸福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你的伴侣决定了你晚年的幸福程度 夫妻恩爱晚年大幸夫妻争吵晚年不幸 你退休后的生活就能看出你的晚年有没有福报 如果一个人退休后不用为钱奔波 不用谋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那么晚年一定是有福气的 如果养儿没有啃老 而是防老 晚年过得不会太差 到了晚年 夫妻恩爱 互相理解 晚年很难不幸福 你晚年生活的状态决定了你的福气 你晚年的状态越好 就越有福报 到了晚年最好的状态 就是福气恩爱 不用谋生 不为子女担忧 我是东方 祝您身心健康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